今天我们来拆健身环大冒险 它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游戏 有一点都不想玩 我想玩 开始啦 Hello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条Vlog 今天我们要来拆健身环 我们这个健身环定了有一个多月 就是每天都遵守在GameStop的官网上面 非常幸福 我们要来开始拆啦 是他 有一个超级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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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现在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两个东西 这个蓝色是放在这个套在脚上的那个袋子上 这个就这样 然后这个就放到这个环上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电视 好 反装背给在齐 好 往来 好 提示你说要做什么动作 但是如果你要是concision就持续的去小跑的话 它就会加速吧 往里家就是 就是 打大东西 得慢慢往上弹 累吗 这个真的不是一般的累 我要累死了 不过这个减肥真的还是可以换 这个真的不是一般的累 我要累死了 不过这个减肥真的还是可以的 现在是Leo的show time 这个昨天付个证是你脚能玩的一句 那我给你 超累是不是 好疼啊 好疼 怎么了拆刺了 我要用我的偷懒方式 太力要玩这个事了 多偷懒 第一次尝试结束 他的训练程度因为是根据个人 你做那个测试的时候 然后后期还会问你 你要不要觉得训练程度够不够 还可以再往上加 然后就 对于高强度锻炼的时候 其实还是挺累的 比如这样深蹲啊 一次让我做40个才能打那个怪 打100进去 我算了一下 我要做400个深蹲才能打死那个人 对 太多了 如果自己练的话就很枯燥 但是配合上游戏的话 就感觉蛮有意思的 然后每天也都想玩一玩 对 总体来说还是很值这个 八八十五块钱 给他我的感觉 也就是疫情期间 在家玩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保持一个有氧的 很多动作的复合动作 有很多有氧方面的动作 可以去做 严肃 耶耶耶耶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